湖北随县回应博爱特效 刘某某 这个刘某某就是刘爱业了 强制猥亵案 正在全案重新审查 全案审查 案情也非常简单 这家伙呢 以博爱 以慈爱的心 建了一个残疾人学校 残疾人学校呢 最后变成了一个残疾人招呼的学校 那个水平就非常的一般般 经常打骂残疾人 这时候呢 他这个学校也要搬不下去了 社会的捐助就来了 社会捐助了很多钱 同时就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他猥亵 残疾女孩 未成年女孩 猥亵残疾女孩 有智障的呀 有眼盲的 里面明显的有强奸问题 但是这个办案民警 好像把这个问题 有意识忽略掉了 因为证据的缺失 因为这个 当初办案人的这个导向 那这个家伙呢 就没有 没有给关系到强奸的事 他就没有这个罪 前天有媒体 全程的报道了这个事 因此里有这样一个回应 法院说要 重新审查他这个案子 被判了三年零六个月嘛 像他这个罪行搞不好 都是无期徒刑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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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